我們先來關心台中後禮十九號下午 發生了酒後駕車失控意外 一位繞星駕駛喝酒開車 不慎失控撞進路邊的快炒店 造成店家老闆受困 而這名駕駛他的酒車只高達了1.24 依照公共危險追送辦 可以看到黑色轎車開在路上 夏苗突然轉向對向車道 接著整台車衝進路邊的快炒店 把店外的招牌都撞掉了 才停下來 五湖被撞的快炒店碎片掉落一地 桌子和招牌被撞得洞倒西歪 鐵製工作台凹陷變形 鍋子和水桶也都翻倒在地上 現場一片狼藉 這起車禍發生在台中後禮區 甲後路一段十九號下午3點四十二分左右 駕駛酒後駕車經過甲後路時 疑似不聲酒力 突然失控撞向路邊的快炒店 還波及到隔壁的機車行 造成快炒店老闆一度受困 腳客車沿甲後路一段 西往東行駛 撞擊對面面灘 撞擊當下發生的巨響 把附近店家都嚇了一跳 就是聽到這兩個聲音而已 有啊這整排人都嚇一跳 有喝酒啊就是有酒味啊 熟悉受困的快炒店老闆 僅受擦錯傷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被波及的機車行李也沒有人受傷 國內首起駕駛沙石車沖撞 總統府的男子張德鎮 判刑6年確定 他在2015年11月入監服刑之後 在2023年3月獲得了假釋出語 那19號他在投訴8的地區旅館 因為房間設備故障 向櫃檯人員要求換房間 沒想到清潔人在清理他的住宿房間 枕頭下發現了手槍七發子彈 立刻報警警方也隨即來到現場 將這名男子給逮捕到案 而在訊後呢也來追查 到底這個槍支來源還有持槍的動機違和 台中的民眾前往了石崗水壩下游抓蝦 結果發現了無頭屍體趕緊報警 警方到現場發現這屍體已經是落花不完整 沒有辦法辨別性別死亡時間 估計已經超過三個月 募集的民眾說原本是沒發現的 他是在抓蝦 但是不斷的聞到腐臭味才發現 趕快報警處理 現在也調閱周邊的監視器影像的清查 轄區內最近失蹤人口要做進一步的釐清鑑定 死者原因還有死亡原因 2021台北馬阿松在19號清晨開跑 但是活動一個多小時之後 陸續傳出了親民的跑者身體不適 當中包含了兩個人氣喘休悶 還有五個人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救護人員緊急到場搶救 幸好送醫之後請回命 但是呢 在因為天氣比較偏冷 也很容易造成心血管不適 加上下週馬上又冷空氣爆到低溫恐怕 下探8度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 2021台北馬拉松正式出發 台北馬拉松十九號早上六點半 從台北市府前廣場熱情開跑 跑者們各個摩拳擦掌賣力奔向終點 只是沒想到過程狀況不斷 二十六歲的男性跑者 躺在地上失去呼吸心跳 證明理性跑者早上八點多 行進中山北路農安街口時身體不適倒地 救護人員到場緊急為他實施 CPR送醫搶救 索性恢復生命跡象 過了一小時 跑者行進南京東路光復北路口時 再度出現救護車前往搶救 因為一名年約二十歲參加伴馬的跑者 突然在路口昏倒送醫急救 幸好也恢復了生命跡象 而健康路三名路口 同樣也有跑者不適救援 一個早上台北馬拉松就出現 兩人氣喘胸悶 還有五人不適 失去生命真相 索性全都搶救了回來 目前既有七位跑者 六男一女 因為身體不適協助送醫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中部以北氣溫偏低 十九號清晨 淡水更出現十一度低溫 這三級警戒後 首場全馬 劇烈運動 碰上氣溫奏降 釀成路跑民眾 頻頻出現不適 溫差急劇變化 所以在有一些 如果你還做太激烈的運動 又久沒運動的情況下 你的心臟可能跟你的血管 可能沒有辦法足夠的負荷 像心肌梗塞或是所謂心率不整 造成所謂的心硬性猝食 天冷運動 民眾可得留意當心 尤其未來幾天 雖然強臺雷移路近北轉 不會直接清臺 但還是會為台灣帶來水氣 下週二十七號更會有寒流來襲 有專家預估低溫跌到剩8度 提醒民眾出門記得 戴上雨具後外套也備著 以免照亮感冒 記者綜合報導